灌票作票的漏洞之所在 作票漏洞在這裡 是你們事先放水 造成制度面漏洞 讓有心作票的人有漏洞 可以再繼續這樣子蠻幹嗎 惡搞嗎 中選會所辦的選舉 人民失去了信任 社會失去了互信 國家失去了民主 你能負起這個責任嗎 執政黨的立委 痛心疾首 你在這裡老是說 我不戀戰 我事先規劃 未盡周祥 你把所有的錯誤都覺得說 你們是未盡周祥 聽起來好像是頗無辜 是因為你 你沒有想到那麼多 可是我今天要來指證你的事 你不是未盡周祥 你們是自益萬為 一義孤行 違反慣例 自創規定 其實就是你們 自大自益萬為 違法亂記 我今天講說首創很多第一的中選會 我等一下講了這一些違法 我很擔心是會不會成為未來的行政慣例 你先看我的這個PowerPoint的 21世紀講說台灣做票 那從法院開票的過程最大的認證 不要講花蓮黃信介老主席的那一次做票 21世紀有法院認定出來的做票在這裡 這絕對不是選物殊師 萬華票鬼被發現有做票的弊端 實際發出的票數比實際 這個開出來發出的票數啊 投開票的報表所登記的發出的票數 比發出的真正票數多了99張 而這些未領票99張都灌給某位候選人 當然也有人講雙方陣營都有 那更嚴重 那更嚴重 可是這個是選物殊師嗎 這是單一一個選物人員的蓄意做票嗎 不是 主委 為什麼我說不是 因為從法治面 從中選會 就故意蓄意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個選擇 變更了投票的慣例 違反投票慣例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這個部分先跟委員做 這是誰決定的 這個會議決定哪一次會議決定的 為什麼做這種決定 我們比較2016年 所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 裡面有講說啊 你這個 投票所投票完畢 除了要上封條 點算選舉人名冊的領票人數 還未領票人數以外 還必須要 立即向參觀席的民眾宣布 投票結束 經清點結果 領票多少人 你們把應立即向開票所的群眾宣布 投票完畢 經清點結果 領票多少人 這一點拿掉了 故意拿掉的喔 故意拿掉喔 乍看之下說 這個程序刪除有沒有好像沒有什麼重大影響 但不對 這個在開票前宣布領票數的動作 其實是對發現投開票 使到時候投開票的結果 有沒有重大瑕疵非常有幫助 而且這個是歷年來的慣例都是這樣子做 你們今天創很多第一 你們的公投票的開票也是首創 經本席指證 你們在委員會 誰引起來死鴨子嘴硬 後來告創告外院長那裡 你們才變更了你們的首創 而今天投開票結束以後 發現你們這裡又一個首創 都是嚴重違反慣例 這個投開票所究竟應該開出多少票 在這個宣稱的時候 看的人就會一清二楚 他就隱含了 有沒有做票的選戶瑕疵或重大舞弊 看的人都可以很清清楚楚 包括在場的選戶人員也可以很清楚 也不用到法院那裡才發現 如果沒有提出選舉無效之數 就沒人發現 台北市這樣發現 其他沒有提出選舉無效之數的 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狀況 藍先生你回答我 這是誰決定的 哪些人決定的 為什麼這樣子改 為什麼這種違反慣例的第一次又來了 你們中選會合一致要不要開會決定 有沒有開會決定這件事 不告訴開票的民眾 看開票的人民眾說領票人數有多少人 把這個程序省略掉了 為什麼 這個有簽報讓我們機關首長這個了解啦 那沒有提委員會這個討論啦 簽報的時候機關首長是哪個機關首長 我是現在的這個機關首長 沒有當時 你們為什麼把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 要向 要立刻向參觀席的民眾宣布 投票結束 經清點結果 領票人數多少人 這一個宣告的程序拿掉 為什麼 這是地方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地方選務人員建議 你應該做這樣的一個 哪一個地方選務人員 他們為什麼做這樣的建議 他們做了這個建議 你們憑什麼認為合理 合情 合法 你們憑什麼認為省略了這個程序 可以交代的過去 人民可以信任你的投票 不會發生今天幽靈選票灌票的疑慮 憑什麼 你們提報的時候 中選會的委員有沒有開會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屬於技術性細節性的這個事項 這個沒有體會這個討論 那在這一個開會的時候是許多的這個地方選會 誰決策的啦 人家反應上來誰決定這樣改的 誰 為什麼 為什麼 時間暫停 我補充一下 他剛剛回答錯了 那個林委員 只 只問的這一項 是你們中選會 組織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必須經 那個委員會決議的事項 因為法規命令的修正 一定要經他 這個是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 這不是法規命令 所以法規 這個是准法規囉 准法規喔 跟委員報告一下齁 就是行政命令分法規命令跟行政規則 這個不是屬於法規命令 那他不需要公開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 你的意思是投開票所的工作人員可以不必遵循嗎 他是屬於下位階的一個行政規則 他要不要遵守 如果不遵守違規的話 責任要問責於誰 你回答我 這個不遵守這個規定 責任要問責於誰 你回答我 我們選務人員 就要依照新的107年的工作所冊 來這個進行處理 對 跟你們107年工作所冊 是 嚴重的違反多年慣例 而且嚴重的造成制度面 有這個灌票作票的漏洞之所在 所以造成選務重大疏失的原因 就是在於你們107年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 那誰把多年的慣例改掉的 你怎麼回答不出來 那如果不遵守這個慣例 誰改掉了 我們要問責於誰 那我現在要問你第二個問題 不遵守這個慣例 要怎麼處分 蛤 這是制度面可以作票的地方啊 不用說六個人來投票 不用說領幾張票 因為不知道多少人領票 所以就不會知道 有多少張廢票 多少張空白票 不是 廢票沒有 不知道多少人領票 所以不知道未領票數有多少 都不會有人知道嘛 沒有宣告 蛤 那你們的回答我 就選入人員而言 他必須依據右邊 這是107年的工作 我知道 但107年制度面的作票漏洞在這裡 這不是你們事先規劃為進周翔耶 是你們事先放水耶 造成制度面漏洞耶 讓有心做票的人有漏洞耶 哪一個地方的選戶人員建議的 這樣子我質詢的時間就到了啊 在這裡拖著不回答啊 誰提案的 為什麼提這個案 理由是什麼 那我們再提供一下 你不知道 你投票前知不知道這個重大的修正 你投票前知不知道有一個這個重大的修正 你不知道 這個修正要報到誰 核定 這有簽報啦 簽報到哪個層級啊 機關所長 什麼 機關所長 是你們中選會陳英潔嗎 我想我應該要負責啦 我我你負不了責 不要叫負責 容易說我負責 你能負什麼責 如果社會動盪 社會暴動 而且我們最重要的責任是 人民失去了對中選會客觀中立 認為他投票是 所有的行為都是可信任的 那個信任感不在了 你能負什麼責 你能夠叫大家說 再一次相信中選會嗎 你能負什麼責 之前 我一直多次提醒 陳英潔主委 陳英潔自大傲慢 一意孤行不當一為是 出了大包 還規避立法院的問責 故意請假假裝辭職 直到12月3號 12月3號以前我們這裡還有一次檢討會議 但是他還請假當中耶 我們都以為他辭職了 最可惡的就是他要負責 他能負什麼責 出包了拍拍屁股 他連來立法院都不敢 請假假裝讓我們都誤以為他辭職 連要罵他的機會都沒有 如果出包了 你就拍拍屁股走了 你掉職了 我們連要罵你的機會都沒有耶 你們是能問什麼責 這叫什麼負責 真正的負責是你來告訴我 為什麼做這種決策 為什麼到今天變成這種結果 那未來我們才能夠說 制度面要哪裡去補動 結果今天修法修這個法算什麼 你們這種連行政法規都不是的 這個才是作弊之所在啊 不是法律這裡耶 還談說要不要綁大選公投 連這種最基本的程序都不顧 程序正義都不顧 要向觀眾宣告投票完畢 經清點結果 領票人數多少人 連這個程序都不宣告 這個為什麼重要你知道嗎 如果看出來票數少於領票人數 他有幾種狀況 一個是一開始的時候 在領票人數的時候就算錯了 這個就算選物瑕疵 但這種選物瑕疵 開票的時候 清點結束以後 差額就會發現了 這個是可彌補的 還有一種是 開票數少於領票數 投錯票鬼 這種在開完票的時候 也可以找到短少的票 這種選物的瑕疵 都可以彌補的 但不能彌補的是什麼 不能彌補的是 開票出來的數目 比你選 發出去的還要少 是有人拿出去 有人撕毀 有人投票時拿出去 有人是瘋鬼的時候拿出去 有人是開票的時候 才偷拿出去 這個都違法 這些程序都涉及違法 但是 如果開出來票大於領票的人數 這個就是這一次台北市長選票的狀況 開出來的票大於你領票的人數 如果是選物瑕疵 差額會消失 開票的時候就會 計算錯誤就發現了 但很可能是 投票時有人或自行偽造的選票投入票鬼 有人是封票鬼的時候偷偷的投入進去 或是開票的時候 把衛林的選票偷偷丟進去 這裡面 可以講的都是試射到舞弊的空間 少那一句話 少一個宣告 在座所有觀看投開票的民眾 包括當事人以外的選務人員 都會不知情 無法防避於先 他才會讓法院開票的時候 找不出來票跑去哪裡去了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規劃不周 未盡周祥 未盡周祥四個字 不足以形容你們這一次 犯了多麼大的 這個錯誤 而且還是很多首創的第一 你們有投票台灣自治 台灣時事自治以來 多少次的選舉 有哪幾次是這樣子說 不用告訴大家領票人數多少 這是不是第一次 這個在實務上之所以 這是不是第一次首創 在實務上之所以要刪除 或者是因為合併舉行 那個案還有個案的這個清點票數 那如果一一清點完畢 在時間上確實 選務人員沒有辦法做這樣的處理 你們這樣講就是說怕麻煩 但是現在他就拖著不回答 不是我不想要下台 是他不回答 你能夠負什麼負責任 你能夠負什麼責任 你能夠負什麼責任 我要問你說 你這是不是第一次修改 你兩分鐘啦 因為前面我 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 這是不是第一次啦 手創新力啦 是不是第一次改投票手冊 是不是 規範 第一嘛 來誰提案的 從哪裡提案 哪個縣市 說哪個縣市 哪個縣市 哪個縣市 當初在105年總統選舉辦理的時候 那我們是好幾個選委會 那至於哪些選委會 我們是回去可以來 又推到105年了 又推到105年 105年的時候有選委會提 為什麼今年改 因為105年之後 我們也是有做選務檢討 那因為地方選委會 有反應這樣的意見 所以我們 主席是我在質詢 不是你在質詢 因為你時間也已經通過 不是啦 因為我的 你說時間 帶給我兩分鐘 你也在質詢啦 所以我現在要問他的意思是說 你在2020也打算這麼做嗎 你們要把它變成行政慣例嗎 這個第一次可以被允許嗎 包括你們這次的東投投票 開票 這樣子多次的慣例 改掉了首創 你覺得這樣子可以成為慣例嗎 我們最害怕的是你成為行政慣例 副主委你在這裡 主委 你在這裡 可不可以宣示一下 這會不會成為未來的慣例 可以再繼續這樣子蠻幹嗎 惡搞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會在選入檢討的時候 一併來這個處理 主委我覺得你沒有搞清楚狀況 因為票都 這一次的灌票都不出在那個程序 這次的灌票並不是領票數 跟那個投票數不符合那一塊 這一次的灌票是登記報表的時候登記錯誤 你為什麼不回答清楚 主席 這是我在質詢 你怎麼可以 我在質詢的時候 你搶去質詢呢 這一次是因為 他沒有告訴 隔開票所的觀眾 一起把問題離職有什麼不對呢 就是我質詢時間啦 你質詢的時間可以去 下一次你質詢的時候 我會來跟你一起釐清 看你願不願意 直接已經解決了 而且你怎麼可以妄下斷言 你怎麼可以妄下斷言說 這個不是領票的這個程序問題 這個程序省略了 就沒有一個防閉的機制 我今天在講說 這一個程序 必須要不能省略 才能有防閉的機制 這怎麼可以成為慣例呢 我覺得你們這個部分 要列入法規命令啦 這個怎麼可以成為行政慣例呢 當作投票手冊的事項啦 這個那麼重要的程序 為什麼只有投票手冊有 你如果是法規命令 投開票準則 就不能改嘛 現在是誰在咨詢 我再看不見 夠了啦 我已經夠 還沒夠的時候你也在說啊 我就不知道是誰在咨詢的 我的咨詢也在咨詢的啦 沒有看過委員在咨詢 主席也搶著咨詢的啊 時間已經夠 他就沒回答在說時間也夠 然後我增加給林委員的啦 我是在幫忙 我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你就在幫我咨詢了 我就一直在給你時間 因為我還沒有 因為他不回答 不是我要站在這裡 是因為他不回答嘛 是他們的錯嘛 我就說他不回答 所以我在這裡等他回答 不是我用光時間嘛 是他用光了我的時間嘛 而且現在才12點40耶 怎麼我問你們會回答 林委員問你們就一直站著不回答 為什麼 這很奇怪嘛 還不只這一件 還不只這一件 從選舉前 我就跟你講 你公投票 開票 首創 林委員 可以 好 然後這一次 再把 這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該遵守的 這個開票程序 也給他拿掉了 造成制度面 沒有防範作弊的空間 制度面的漏洞 然後還首創了 邊開票 邊投票 如果這個成為行政 這個中選會的慣例的話 大家都可以在3點59去排隊 然後邊看開票 邊決定怎麼投票 這能成為慣例嗎 你們首創這麼多的第一耶 我上一次沒有來 被誰有暈眩症發作 連錯都做不起來 早就想來質詢了 我一沒有來 是我生病爬不起來啊 今天在這裡 我把上一次的檢討的 質詢都一併的質詢回來 還不是在這裡而已 我們今天在講說 你們都明明知道 其實是 自大 傲慢 一意孤行 違反多年慣例 自己 自欲妄為 造成選物結構面的漏洞非常多 這絕對不是 為敬周詳規劃不周 也不是說我負責 我不戀贊 你能負什麼責 你能負起這個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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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這裡叫負責那麼總 弄一案簡單啦 要質詢的還很多啦 時間到了就不講了 謝謝 好 那個